为了维护民众健康 降低流感感染几率 三峡区卫生所自10月1号起 开放50岁以上的民众 免费施打流感疫苗 三峡区卫生所主任苏志超提醒 需要施打疫苗的民众 一定要携带健保卡 身份证印章 方便医护人员作业 让施打过程更加快速顺利 今年还有一个比较特别的 就是说家里如果有6个月以下的 小朋友的爸爸妈妈们 你可以带着健保卡身份证印章 还有户口名簿 可以到卫生所来免费施打 苏主任也表示 在流感接种期间 会在各个社区设置接种站 另外针对行动不变的长者 只要家长提出申请 卫生所的医疗团队 就会到府上为长辈施打疫苗 希望能够降低医疗成本 守护长辈健康 中央新闻林凯军三峡报导